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然不仅仅是因为她出演过的节目 谭丽娜精致的五官和叫声的肤色也非常令人印象深刻 可能在当时很多人眼中这样肤色并不适合女孩子 所以谭丽娜因为一起来看流星绿走红的时候 很多人对她的外貌谈论过 曾经是素人的肖战也谈论过谭丽娜的肤色 她曾说 纤维滚滚 竟然找个印度黑女来演 一个男孩子如此直接的说 女生的外貌就已经很不礼貌了 还要再加上黑女这样的词语 即使有人说 乡战曾经年少无知 即使有人说 曾经她是素人 可这都不该是为她开脱的理由 难道素人就可以这么随便聘评别人的外貌了吗 不过近日消 战接受谭访时表示 自己曾有一些不恰当的言论伤害到别人为此表示抱歉 谭表示自己今后会大量释放自己的善业能量和真诚 而谭丽娜在今年三月的时候发布一条A 我表示 过去的事情就让她过去吧 大家都要向前看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也让这个世界多一份美好 从自己做起 谭丽娜的心 她保持得很好 她也做到了从自己做起 凭借一起来看流星雨火了之后 谭丽娜又出演了一部《小心你爱上你》 《夏日甜心》 《青春作伴》 《落跑甜心》等电视剧 还参加了《越好越开心》 《舞动好声音》等节目 一直都在默默做着自己的事业 近些年 谭丽娜重拾了对音乐的热爱 2015年谭丽娜去韩国 打造了全新的一批冒险 展现了自己七年的蜕变 2016年 她以评委的身份出现在了超级女生广西赛区 同年谭丽娜退出了自己的 一批单曲《大麻烦》和《西云》 近日 谭丽娜也正在准备自己的新歌 值得期待 说起谭丽娜的恋情 那才是白转呀 2015年云人节的时候 谭丽娜划过一条摩棱两颗的微博 再加上了一张她穿婚纱的照片 而且她的经纪人还证实了婚训真实的消息 还透露了举办婚礼的时间 以及南方市圈万人的消息 这非常成功的让网友认为 她已经结婚了 直到三年后 谭丽娜突然发文 自己的事业也是多方面发展了 最近她也开始了直播带货 还连线了田园 但这一连线就有了十分强烈的对比 田园的礼物数是谭丽娜的十倍左右 谭丽娜看来 还是要多多努力